嘩!我們今天的內容很豐富 我們會去到福田新開的室內大型遊樂場 這裡不單有各款的街機 還有卡丁車、射擊、Wallgame、騎馬、騎駡駛 保齡球、KTV、還有桌球等等 玩了一天都只要268元 還無限次出入 上一次的觀眾留言告訴我 1.0時光在福田分店有很多按摩椅 今集我也去了探索一下 他們這裡很熱鬧 簡直就是眼鏡店的天花板 我還發現了一個很漂亮很特別的鏡框品牌 記得稍後留意 最後我們去吃這個超熱鬧 排隊排很久才吃到的1號竹 吃完這個超新鮮的海鮮火鍋竹 再回家 今集是所有東西都是福田 片告方便大家 立即去片 上次有觀眾留言告訴我 1.0時光在福田分店有很多按摩椅 今天我也早點來這間分店 介紹給大家 這樣就在34樓 一出電梯 左手邊 就會看到他們 現在是早上10點半左右 已經看到不少人了 果然有一排按摩椅 老闆果然很了解我們香港人 因為其實按摩椅很大張 一般的香港家其實都放不下 來這裡又可以配眼鏡 又可以用按摩機 真的很棒 我在這裡也發現了 還有最新的賽斯三圍定位儀器 儀器可以幫你360度全方位測量 令你配戴眼鏡變得更舒服 更加可以在螢幕上 幫你進行一個更細節的調節 例如變色鏡片的顏色 以及深淺程度 還有檢查這個 黃斑病變的眼底照相機 這裡也是直接出一張紙質報告給你的 你就可以更加簡單 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眼球狀況 艷光也很細心 店員會慢慢跟你溝通 問清楚你的狀況 這裡雖然很熱鬧 很多人 但店員不會因為多人對你的服務 就麻糊了 我覺得這一方面 1.0是做得很好 每一次我問他們比較專業的問題 其實他們都可以很清晰 很簡單地回答我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訓練是做得很好 在福田這裡其實有兩間1.0時光 我們身處這裡是34樓的眼鏡工廠 位於金鐘環大廈 我想你們可能更熟 所以這裡有一間房子 專門用來打磨鏡片 普通的鏡片是可以即日拿到的 我們這裡是一個法國伊士路的 全自動毛邊機 這個日文化鏡是18萬 這裡是朝度計 還是動力手收的毛機 我這裡拆開鏡片 我們放這個鏡架 放進這裡是一個掃描的 把鏡架的形狀掃描出來 這裡是一個探針的 探針就會把鏡架的尺寸掃描出來 會全身在上面 這個是一個現成的 還未加工好的 一個還未加工的現成鏡片 我們把鏡片拿出來 然後放在上面 好 結束了 把這些掃描傳輸過來這台機 這個形狀就會傳輸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放一放 把鏡片打進去 然後就開始看 開始看 那就自己開始了 對 把鏡片打進去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我們看到的度數是近時做到一千度以來的 近時做到一千度以來 這個的話就是兩百多度的 我們近時做到一千度 散光做到兩百度的 老花的話是四百度 有變色片的話 近時做到八百度的 散光做到兩百度的 我們會根據這些度數 推映相應的鏡片就可以了 這些鏡片的話即日就可以拿了 正常的普通鏡的話 就等兩三個小時 大家出去玩一下 吃晚飯回去就可以了 即日來回就完成了 OK 最便宜一副鏡片的話就是六十八元 如果霍南光的話就是七十八元 有沒有包到鏡框 包到鏡框的 包到鏡框 那邊牆上的鏡框是靈延的 那邊的就是免費鏡框來的 OK 最便宜一副國內的 康律特 這是港股的 上市公司 代碼二十七六 最便宜一副佔鎮鏡的就二百九十元 最便宜一副佔鎮鏡二百九十元 如果要國際大牌那些的 就需要四百九十八元 四百九十八元 四百九十八元 我們這裡的國際大牌鏡片 是副全面三折 定制的話是三折 不剩有優惠的 我們這裡是有 受服務單位給大家的 如果拿鏡的時候 我們這裡拿鏡三十天之內 如果戴得不舒服的話 可以免費 覆茶度數 免費更換鏡片 也是免費的 然後鏡片鏡架 都是有六個月的側補的 然後都是中身免費維修 清洗眼鏡 如果有鬆緊 用來調整 調教也免費 有更換螺絲 鼻拖 防禦套 免費 有問題的話 即時回來找我們可以 深圳有九間分店 前隔有二十龍分店 到你任意一間分店 報回你的手機號碼 我們都可以產生資料 我們提供聯合鏡收服務 這次我在1.0 發現了很多很漂亮的鏡框 而鏡框的價錢 你只看這個實負的價錢就可以了 幾十元到幾千元都有的 有個牌子 很漂亮 一會我試給大家看 它不會夾著臉 很漂亮 它多了這個保護炸計 擋風 這個很適合 真的 就是買你踩單車 這條眼 它為什麼呢 它前面有個空間 跟你隔離是比較長 它隔離幫你擋住 很好 這些垃圾不是在隔離 很長的眼 前面保持了同眼的距離 大家下次來看這個牌子 這個鏡框很漂亮 超漂亮 不是開玩笑 超漂亮的 好像不錯 好 今集我們去的1點零時光 位置在福田匯展中心 金中環大廈的34樓 出電梯左轉就看到了 就在這裡了 我們玩夜場 這個室內的遊樂場有三層 面積達到1萬平方 以一個價錢就可以玩足全日 由早上的10點玩到晚上的10點 平日的價錢就是268元 那假期的價錢就是298元 它是有小童飛的 身高1米3以下 就可以買這個小童飛 168元 全日憑這個手環任意進出 你中間肚餓了 你都可以出去吃完飯再回來 繼續玩 那我數了一下 其實全場有41項遊樂設施 所以可能你整天都不夠玩的 那你買了票之後 會送每個人20個幣 一個人免費點去二十個娃娃娃 又可以 可以在外面夾公仔用 這次我們玩夜場 3個小時是168元 不過時間一定是不夠玩的 網上沒有飛賣 所以只能到現場買 裡面有很多Locker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個人物品才玩 第一層的遊樂設備是最多的 除了各項的街機之外 還有一個快點戲院 射擊遊戲 VR奔跑駝鳥 我親身玩了 我覺得蠻好玩的 不過外面的人就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因為你戴了一個VR之後 其實視覺上是很激動的在奔跑 這個VR飛船也很好玩 好像穿越了時空去了另一個地方 而且你只需要坐在這裡 不過我提醒大家 戴上這個酒精搓手液 因為你玩完之後記得洗手 始終公眾地方實在太多人了 我們現在上去二樓 二樓玩什麼 二樓不知道 我們現在去二樓看看 二樓好玩的也不少 玩一天了 可以玩一天 這個射箭 哦 這個射箭 二樓有 真的冰場 才覺得這裡真的蠻大的 溜冰場旁邊就是保齡球場 要穿這個保齡球鞋才可以進去玩 它也有一次性的襪子給你穿 我覺得也蠻乾淨的 靜態一點 還有坐在這裡打機 我知道還有一些做手工的 適合親子玩的東西 但我晚上沒有拍到 K房就是這樣 不是跟外面那些是很像的 不過那些很乾淨 不是裡面也不乾淨 有人扔了一些東西 有一次性的麥克風 還有耳機套 衛生程度合格 還有電動麻雀 如果四個人來這裡打麻雀 打一天也挺划算的 我覺得第二層已經是夠我玩一天了 我又很喜歡打保齡球 又屎又難印那些 第三層又有些什麼呢 我先拍一下 我先拍一下 糖腩 跟蛋吃 飛標 自己要入蛋 可以進了 哇兩顆 三顆 四顆 卡丁車 來到重點 這個卡丁車是超級受歡迎的 所以排隊很多人 每四個人就玩一輪 每一輪就四分鐘 如果中間有人開得慢 又阻礙路的話 那整件事就非常不好玩了 千坑VCR 哇 哇 為什麼你突然間這麼慢呢 這樣玩是非常不開心的 我提醒各位安全駕駛的選手 如果你開得慢 那你就讓旁邊那條道 被人超車 我等了四十分鐘 玩四分鐘 我真的尋找這個速度與激情 好像偶像這樣玩 哇 哇 另外一邊呢 還有碰碰車 這個也很好玩的 卡丁車和碰碰車 都是三樓最好玩的之一 還有電子高 大家可以來這裡練一下姿勢 然後我想爭場打高 可能會得心應手一點 還有頭籃 這個也很好玩的 三樓我要玩兩天才會滿足 我已經想問這裡有沒有套票買的 我要鮑魚 下一個最好玩呢 就是這個真人CS 這個真的很好玩 我唯一不滿意呢 就是我自己看不著這個綠色的瞄準器 搞到我第二局的時候失利 第一個被人KO了 那這個怎麼玩的呢 就是分成這個紅藍兩隊 攻守都會輪流來一轉 看看最後是誰贏 只要射中對方的頭盔 或者武器 就可以KO對方 那每個人就五條命 如果你帶一群朋友認識的話 那這場遊戲就好玩很多了 啊,夠夠夠夠夠 ..? 走,被吃鎖!走,走 後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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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能扁喔 GV GV啊 GV啊 G做 GV 啊 我閃了嗎 沒閃沒閃 你這裡啊 你這裡還有58的血 啊 你左邊 你右邊我左邊 你殺鬼 我得想 慢慢來慢慢來 我們一群男 這邊這邊 剩潰 欸 左邊左邊左邊 有一個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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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看到眼睛都花了 這個就是攝影師手上的Action Pro拍攝的 打在手上可能會有些拚 下次打在胸口可能會好些 3個小時真的不夠玩 晚上這裡準時10點就關燈了 關掉電話 你想多玩一分鐘都沒有 很搞笑 剛剛10點 全部很準時關掉遊戲 竟然很多人都不捨得走 好好玩 我要玩一天 你看厲害 所以第二天我們再來 把昨晚的40個幣用完 這裡的公仔其實有些都OK的 挺可愛的 大家猜猜我用40個幣夾了幾個公仔 夾一次就要用2個幣 最後我將怎麼來這裡的路線告訴大家 這裡連著其實有個地鐵口 看看這是什麼地鐵口 就是這個地鐵口 華強路站B出口 那裡就是了 旁邊有個商場 小紀湖 這裡 走完 看完 玩完 是不是很想吃一頓厲害的呢 做一個完美假期的收尾 一號粥海鮮火鍋 我每次來都是大排長龍的 本來就不是那麼好奇 海鮮火鍋粥其實我在其他地方都有吃過 但我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一號粥的開餐流程是這樣的 首先你可以拿個腩子 好像買菜一樣 海鮮粥火鍋 重點就是海鮮的新鮮程度 所有海鮮其實都標明了價錢 以及煮的時間 一定要試的話 就是這個小青龍 高蟹 虎蝦 生蠔 當然海鮮的種類不止那麼少 白貝 沙貝 都是10元碟 還有聖子王 高蟹是10元隻 大十蟹是30元隻 鮮帶子是15元一碟 還有醬拔龐50元一隻 師傅剛剛在切 另外一邊的雪櫃還有很多東西吃 你看看我們拿了什麼東西吃 門口有個牌寫著海鮮每日到店的時間 午時晚時都有時間標明 所以一到飯店就會超多人的了 哇 好有滿足感啊 整桌都是海鮮 這隻想入獄的粥底火鍋的高蟹 幫它換個造型 這裡有幾種鍋底可以選擇 白粥是5元 蕃茄湯底是15元 麻辣湯底是15元 花膠雞也是15元 還有一些醬料 茶水就算5元 圓盤 彩碗和綠盤 都是6元碟的 紅盤和長盤是10元碟 彩盤和方盤是25元一碟 給大家看看這裡的醬超豐富 辣椒 蒜蓉 辣椒油 薑蓉 薑絲 蔥 芫荽 沙茶醬 芝麻醬 沙薑 還有這個超正的辣椒豉油 這裡還有一次性的手套 圍裙 飲筒 飲筒等等 有需要就自取了 我要開始吃愛粥了 流程是這樣的 先吃海鮮 再吃肉 然後吃蔬菜 最後喝粥 我先放這個小青龍 試試水溫 嗯 紅了 它告訴我他準備好了 兩個字都說了 打牙 加上我自己的秘製醬汁 這次開局是沒得輸的 剛才的鮑魚 師傅已經幫我清洗乾淨了 還有他幫我割了一些花刀 這隻鮑魚其實很大隻 不過我最期待的是這隻高蟹 高蟹煮完之後 連白粥都變色了 那你知道他多肥 如果你問我全場海鮮的MVP是誰 我一定是選高蟹 看我的粥 變了顏色 看我的粥很棒 這隻鮑魚的高蟹 是不是很肥 超多高 這隻高蟹40元 絕對抵食 是爆高 好吃到瘋了 然後到大生蠔 25元有三隻 比平時吃燒烤還要便宜一點 那這個也是絕對抵食的 又大隻又肥 鮮帶子 忘記提它 喜歡吃新鮮帶子的話 就記得拿它 還有蝦 全部一起去洗澡 這隻顏色 真的看到流水了 店員其實會幫你串蠔 方便你下鍋 你看看蝦多漂亮 新鮮的海鮮 其實白粥煮完 就是爽脆彈牙的口感 所以加上你自己配的醬汁 已經是超級無敵好吃 除了高蟹 其實它自帶了高蟹的香味 這隻高蟹的表現真的很出色 吃完海鮮就可以吃肉了 我只拿了這個吊籠 吃牛的話 多數都是喜歡這個部位 夠爽口 你看看 牛肉也不錯 這個應該是25元一碟 最後我放了這個白杯 和這個粥底伴侶 一起煮海鮮粥 有魷魚 有冬菇 有臘腸 還有鹹蛋 有要煮 OK 煮出來沒開 還有蝦米 好正 現在可以煮了 桌子上面有鹽 胡椒粉 雞精 煮海鮮粥 我覺得不需要雞精 那麼多海鮮的精華 已經被白粥吸收了 還加了那麼多海鮮的乾貨 所以我放一點鹽和胡椒粉 已經是非常夠味 最後的重頭戲就是這個粥 好熱 最後這個粥真的是重頭戲 除了我粥底吸收了很多海鮮的鮮味 我覺得不需要放鹽都可以 裡面還有很多料可以吃 蝦米 肝魷魚 臘腸等等 和白粥都很配 大家如果想來吃 記得早點在網上排隊 不然的話就有時間等了 不過不用怕 1號粥有幾間分店 我今天去這間就是水圍的分店 福民站C出口 出口之後左轉 走到這個景天湯泉就到 其他分店的地址也放在這裡